1月30日是珍福雷永明神父的紀念日 雷神父在1907年12月26日 在意大利西西里島附近的村莊出生 雷神父大概在十歲的時候 加入了方制會少修院 為他日後進入方制會做準備 1923年12月13日開始學習 一年之後宣發站員 到了1926年9月 雷神父前往羅馬 為他日後的傳教士生活做準備 1929年 雷神父遇到中國方制會時高斯謙神父 雷神父那時候才知道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裡面 原來是沒有中文聖經的 1929年7月25日 雷神父宣發大怨 永遠成為方制會時 1930年7月20日 雷神父領受了斯鐸聖職 1931年5月31日 雷神父開始 雷神父開始啟程 前往位於遠東的中國大陸 雷神父在這一日開始 就隨即開始學習中國話 1935年4月11日 雷神父開始獨立翻譯聖經的工作 1944年11月21日 雷神父 雷神父獨立完成了全部 舊約的翻譯工作 但是接下來 就要面對 如何將譯稿 修改和潤式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困難 雷神父得到當時方制會 中華地區的總代表支持 在1945年8月2日 創立了斯高聖經學會 1948年8月 由於戰火的迫近 雷神父為了大家的安全起見 聖經學會 不得不搬遷到香港 在1954年5月31日 終於完成了全部 舊約翻譯和出版的工作 接著在1961年2月21日 完成新約的翻譯和出版 這一行重大的工程 浩時五年 終於在1968年 中文合定本聖經 終於正式出版 雷神父在1976年1月26日 安然遲世 被天父接返天鄉 在2012年9月29日 在雷神父的家鄉西西里島的主教助堂 教廷隆重地宣布雷神父為珍福 因應